Andra Baby听小明的话放眼下一站天后 Andra Baby昨日在北京正式签约华语修订 还记得这个味道吗 我说过 她会永远提醒你 Andra Baby演出的第一次与痞子英雄分别在中国开出1.6亿与2.3亿元票房夹击 接下来还有三部片将上映 总裁王中磊昨夜亲自出席前约记者会 逐见Baby有接班影谈天后的气势 说了华语兄弟Baby男友也就是肌肉很大块的黄晓明 正巧就是股东之一 这下子真成了夫长夫随啦 其实身边很多的朋友都给了我很多的意见 对 当然她也有给小明有给很宝贵的意见 对 所以非常感谢 什么样的意见 她说中磊哥是一个非常靠谱的人 就好 对 三部的 那个跟乔名有进步的在变好吗 不过又好的剧本当然不排除希望 最后与其又很大块的小明一起演出爱情故事 铁钉很有看头的啦 华语兄弟也承诺要将她打造为影坛的下一转天后 对 因为天后这个会不会很有压力 其实还好耶 所以有没有想过有很难跟华语二财的当家活的 哇 那就要努力了我觉得 对 其实靠时间的慢慢的累积 经验的慢慢的累积 我觉得 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吧 蘋果娱乐新闻 有没有贝比野心 比小明之又还旺的八卦啊 报道